今天是年夜饭的第二代 鲁鱼两吃 所谓年年有鱼 鲁鱼自少才在吃 关键是简单好做 你这个年夜饭的饭中上 你肯定不能少 那鱼必选当天现捞的鱼 第一吃肯定是清蒸了 但是要蒸出华丽感 葱姜料酒淹十分钟鲜 有个说法 就是过年的这个鱼 不能砍头去尾 吃的时候也不能翻面 那就要用到我这个方法去骨 要是刀不行 刀勾也不行 那就用剪刀先剪断主刺 再用刀划开鱼肉 不要划破鱼背 咱主要是取掉中间这根主刺 最后还用剪刀轻松取下 没了这根刺 鱼就可以立在盘中了 划刀 有骨的位置剪开 没骨的位置划开 间隔是一公分一刀 转个面 避免蒸飞掉 再放一次新的葱姜料酒 上锅蒸个七八分钟 蒸出的水和葱姜扔掉 再切个细葱丝 铺鱼背上 淋一圈蒸鱼酱油 再破一圈热油 简单零失败的年夜饭硬菜 清蒸开瓶鱼 就做好了 这道菜上桌啊 避讳光盘 而且也是老少皆宜吧 这鱼真嫩啦 大口吃鱼都不用吐刺了 要吃弊的清蒸 可以试试 鲁鱼鲜香饱 它是从背部切划刀 那厨房小白 搞这种滑溜的鱼啊 最怕受伤 或者把鱼切断 所以我的方法是 鱼生鲜滑一公分的鞋刀 再把鸡杯的硬骨剪裁 完全又完美的花刀 就盖好了 还是腌一下 我这个腌料不一样 腌个十来分钟 饱类菜 最好适用法郎果 加烧猪油 火滑肉 再爆香葱姜 转小火 铺上菌类豆腐 和蛋饺之类 再铺上腌好的鱼鱼和鲜虾 最后再淋上自调的海鲜料汁 盖上盖子 焖煮十分钟就好了 鱼虾河地 好运连连 热气腾腾 鲜料眉毛的鱼果鲜 这是年夜饭 全家都会夸的美味了 看着洁白的鱼肉 又滑又嫩 这个包放啥配菜都好吃 真的香惨了